大家好我是馬丁 這次我從網路上弄來了三顆intel奔騰cpu 據說奔騰cpu的含進量相當的高 那我今天就來驗證看看 網路上的傳聞是否是真的 我嘗試的將奔騰cpu給敲碎 但是它正反兩面都有一大塊金屬保護 因此我沒有成功 我拿出了我的噴槍 將三枚cpu都給烤一遍 把上面的金屬連接點給融化 然後再把鍍金的那層外殼給它拆下來 Cpu背面的那層外殼很容易就拆掉了 但是正面的那塊金屬就沒有辦法拆掉了 Cpu背面的那層外殼很容易就拆掉了 Cpu背面的那層外殼很容易就拆掉了 目標是從cpu裡面萃取出白銀 首先先加入蒸餾水 讓蒸餾水能夠淹沒所有的cpu 然後再加入15毫升的 濃硝酸 將濃硝酸與蒸餾水均勻地攪拌 因為硝酸會產生有毒的二氧化氮 這是一種 棕紅色的氣體 因此我打算做一個簡易的過濾裝置 先將一些清水倒入外面的這個盆子裡 然後再將一個更大的燒杯倒扣在塑膠盆上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簡易的氣體過濾裝置 這些Cpu就這樣靜置了三天 每一天我都有補充一些硝酸 三天過後硝酸已經變成了淺綠色 於是我將硝酸溶液 用咖啡濾紙進行過濾 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在泡過硝酸之後 那些鍍晶層以及針腳已經部分脱落了 而我在绿纸上发现了一层薄薄的银灰色的残渣 我怀疑这些就是我所需要的白银 不过没有关系 我会将这些绿纸都收集起来 留待以后再做处理 我把盐酸加入过滤后的硝酸溶液里面 如果硝酸溶液里面还含有白银的话 会立刻形成白色的氯化银沉淀物 但是这边可以看到硝酸溶液里面 没有任何的白色物质产生 这个结果让我更加肯定 绿纸上灰白色的沉淀物就是白银 虽然说硝酸确实清除了一些基本金属 但是我发现 但是我发现 镀金层下面还有很多的金属物质 没有被清除干净 因此我将CPU全部打碎 然后再拿去浸泡吸盐酸 在浸泡了盐酸三天之后 盐酸变得像墨汁一样黑 这代表里面仍然有大量的基本金属 在将盐酸过滤干净之后 我开始要用网水进行提炼 先加入大约50毫升的浓盐酸 然后再加入大约10毫升的浓酸 接下来就是等待网水与金属的反应停止 在等待了四个小时之后 反应终于停止 但是网水的颜色依然非常的深 因此我决定用试金水试试看 网水里面有没有溶进去黄金 结果似乎是有那么一点点黄金在这个网水里 我的网水用量应该是不够 仍然有一些黄金在这杯烧杯里面 我将这杯网水给过滤掉 我打算再调配50cc的网水 将剩下的黄金给溶解掉 我打算再调配50cc的网水 在调配完网水之后 我又加入了两毫升的锡硫酸 锡硫酸会和钳形成不会溶解的硫酸钳 硫酸钳可以被滤脂给过滤掉 有些人可能会不相信光用水就可以过滤掉有毒的二氧化氮吗 我在过滤水中加入了一些小苏打 小苏打立刻起了泡泡 这是因为二氧化氮很容易就可以和水结合 形成销酸 在经历了这么多天的过滤之后 过滤水已经变成了锡销酸了 另外我要提醒大家 在取下大烧杯的时候动作尽量放慢 因为烧杯里面仍然会有相当多的二氧化氮在里面 这第二锅的网水颜色明显的比较淡 我还是要用试金水测试一下里面含有多少黄金 结果这次试金水一碰到网水立刻就变了色 代表里面的含金量应该相当多 最后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继续调配了30毫升的网水 把最后的CPU的残渣给清洁干净 以确保里面没有任何的黄金残留下来 第三杯网水的颜色已经非常的淡了 因此我相信所有的黄金已经被溶解在网水里 平均每一颗奔腾CPU 大约要用到40到50毫升的网水 接着我将三杯网水全部都集合到这个烧杯里面 接下来要加入尿素来去除网水里面 还没有消耗掉的硝酸 如果有硝酸没有被消耗掉 在沉浸的时候 又会将刚刚沉淀下来的海绵晶给溶解掉 因此加入尿素来赶硝 是在网水炼金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那么尿素需要加多少呢 我们要加到网水不起泡泡为止 如果有多余的尿素无法溶解的话 再加入一些清水就有助于它的溶解 加完尿素之后 我加入硫酸芽铁来沉浸 加入硫酸芽铁的好处是 它不会产生有毒的二氧化硫 而且反应相当的快速 在将沸水倒掉之后 烧杯底部有一层海绵晶 我用滤纸将它们过滤出来 准备进行第二次网水提唇 第二次的网水提炼 我选用的是试药等级的盐酸 盐酸的纯度更高 这样可以确保最后提炼出来的黄金纯度更高 我加入了大约15毫升的浓盐酸 接着再加入大约2毫升的浓酸 这次提炼的网水是金黄色的 代表前一次沉淀的海绵晶纯度已经相当高了 接着这是过滤的时刻 过滤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将烧杯里面所有的东西清洗干净 这边滤纸也要挤干净 确保没有任何一滴网水流下来 最后不免俗的我们要测试一下 提纯之后的网水里面有没有含金 确认了网水里面含金之后 我就要加入硫酸芽铁来沉金了 这边滤纸也要挤干净 感谢观看 在将废水倒掉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海绵金沉在烧杯底部 接着就是将它们洗干净 然后放入干锅断烧了 这次我从三枚奔腾CPU中萃取出这颗大约0.75公克的小金豆 平均一个奔腾CPU大约会有0.25公克的黄金 以2023年6月份的金价来看 0.25公克的黄金大约值台币450元 如果你能够以低于台币450元的价格取得奔腾CPU 那你才有可能靠着回收里面的黄金来赚取利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